嗨各位,我是我羅文煌 這一陣子啊,版主我的臉書上面 有超多超多的萬聖節照片 所以大家就多多包含 為什麼呢?因為我說過很多次嘛 我老公超級的瘋狂 現在想一想好像也不只有他瘋狂 我也好像蠻瘋狂的 所以這一陣子大家就稍微見諒一下 網書上有過多的 呵呵,臉書上有過多的萬聖節照片 嗯... 這一陣子一直沒有... 因為很忙嘛 沒有時間做直播 其實腦子有一些話題是希望能夠 儘快拉出來跟大家分享的 不然他就會一直在腦子上 呃... 累積 對啊,被裝下到 呵呵呵 嗯... 所以我... 你看看... 因為版主我11點15分要出門 所以我們在看11點15分之前 可以做多少集數這樣子 嗯... 在我開始之前先讓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們叫洛文煌,我是一個作者 靈性教練跟靈媒 早!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叫做 吸引立法者 啊... 養成... 養成尋找對的證據的習慣 這其實為了響應 不是響應,它是對應上一集 上一集的直播 所以你們有看到上一集直播的話 你們大概可以了解這一集直播在說什麼 其實在這個... 這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版主我遇到有一些客戶 有一些客戶或者是一些朋友們 在生活中不斷的在抱怨一些東西 然後我想說順便拿這個機會來跟大家 稍微討論一下 就像是有網友會特地來找我諮詢說 為什麼我總是遇到不對的男人 為什麼我總是遇到那種會劈腿的男人 你知道嗎 或者是... 有些人會跟我講說 嗯... 你可不可以去跟我的菩薩 講講看為什麼他都不幫我 你知道... 以人類狭隘的觀念的方法幫忙 才叫幫忙 任何的幫忙都不叫幫忙 你知道嗎 所以會叫我去尋... 質問他們的菩薩為什麼都不幫他 你知道 或者是... 嗯... 拿最近一個例子來講好了 最近一個例子就是... 朋友的錢包被偷了 他是從他的公司裡面被偷 是被一個客人偷的 然後偷了之後他就久久不能釋懷 久久不能釋懷你知道嗎 然後一般人就說都被... 都被偷就被偷了 他不是一件你有辦法去... 因為你監視錄影器也沒有 什麼也都沒有 然後你也找不到到底是誰對不對 那你就move on let it go 然後可以繼續活你的生活對不對 可是他就是久久不能釋懷 久久不能釋懷的時候 他就活在自己的... 的... 嗯... 這種沮喪感當中 然後會不斷的跟人家抱怨說 你看吧這就是為什麼我沒有辦法信任別人 這就是為什麼我對人性 人性醜... 醜惡感覺到很... 很沮喪這樣子你知道嗎 或者是會聽到人家抱怨說 這就是為什麼我不相信愛情 你知道因為我總是遇到錯的人 所以我對愛情我對婚姻完全都沒有辦法信任 版主我真的在這邊... 你知道真的在這邊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我希望你們花一點點時間去思考去聆聽自己的聲音好嗎 內在聲音很難聽得到這是一回事 這種講得出來的話一天到晚跟人家講 然後一天到晚覺得好像理所當然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子被拋棄啊 所以我... 你看喔 我就是不相信家庭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愛情 我不相信天長地久的... 你知道關係 請你們花一點點時間 我只是要請你們花一點點時間去聽聽自己在講什麼 因為我發現你們常常有很多人來找我的諮詢 會很沮喪、埋怨 為什麼我的人生就是沒有辦法照我的日子方向走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你總是跟宇宙下錯的訂單 因為你總是在尋找錯誤的證據 這樣子懂嗎 在真的要了解吸引力法則之前 讓我們把一切東西很簡單化 版主在很多集以前、很多很多集以前 就跟你講這世界的萬物都是一種振動 不管你眼睛看得到、看不到 這種實體的東西是有一種 呃... 分子、量子、很密集的振動 形成一種形體 聽得到、看得到、感覺不到、鬼、好兄弟、聲音 這些東西都是一種振動 我知道它是一種好像很難去思考的 可是如果你可以以一種客觀的立場去假想 所有東西都是一種振動 所有東西看得到、看不到、全部都是振動 聲音、摸得到、摸不到、全部都是一種振動的話 那它就會幫助你很快的了解 吸引力法則到底是什麼 今天把吸引力法則整個很簡單的拆開來跟大家講的原因 吸引力法則其實很簡單的道理它就是 你的振動、一種振動會去吸引相同的振動來靠近 或者是一種振動會影響到你身旁的振動去成為同樣的振動 這樣你懂嗎?因為這種引力的關係 好像物以類聚 這是一種... 這是一種天性 它已經不是一種人性還是一種天性 物以類聚的原理 產生一種你所謂的吸引力法則 同樣的振動會吸引同樣的振動 產生、發生、靠近、吸引他們過來 這就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吸引力原理 如果你了解的話你就了解說 好!如果這世界萬物都是一種振動的話 如果我要吸引我所要的那個東西靠近的話 那你可以用什麼方法去吸引它靠近 那就是改變你的振動 改變你的振動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世界上的所有東西都是振動 如果它是振動的話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其實是可以改變它的頻率 就像你的聲音很高的時候是不一樣的振動 你的聲音很低的時候也是不一樣的振動 同樣的人的心情很愉快的時候是不一樣的振動 你知道人的心情很沉重、很沮喪、很難過的時候 同樣是不一樣的振動 負面的人會吸引負面的事 快樂的人會吸引快樂的事 這樣你懂嗎 這就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吸引力法則 好!我如果了解了 我要、我要、要求的東西 那我先改變我的振動頻率 對吧 今天你如果說過了嘛 之前上一集說過了 吸引力法則第一個要件怎麼樣? 先去找到自己內心的聲音到底是什麼 因為那個真實的聲音、真實的感受 其實才是你跟宇宙下的訂單 而不是你嘴巴說出來的話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當你的心口裡外不一的時候 宇宙反射的是你實在、實際、實際的真實感受 也就是如果你不愛自己的話 你希望有人來愛你 宇宙反應什麼?宇宙反應 你的真實感受對不對 當然這種內心的聲音其實是很難抓到的 需要花一點時間 可是外在的聲音容不容易抓到? 外在的聲音很容易抓到嘛 如果你自己也抓不到 問你朋友嘛 我相信他們一定聽到那些話 你說欸!我最常抱怨的句子是什麼 你知道 有些是你的閨蜜啊、你的好朋友 一定一天到晚在聽這些話 所以他一定會聽到你說 有啊!你說你總是遇到不對的男人啊 有啊!你說你的日子怎麼那麼早 有些人可能就常說 欸!我只要一碰到 我只要一碰到所有的電腦都鐵廳會當機 啊!我每次都找不到停車位 欸!你知道我每次都遇到這種超會剝削人的老闆 我每次都遇到這種不講理的另外一半 相信我你自己找不到的話 你的好朋友每一天天一定一天到晚在聽你的話 那麼你知道你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跟宇宙下的就是錯誤的訂單 因為如果這些話你常常在講的話 那表示說你的一生裡面 你總是在不斷的尋找這樣子句子的證據 也就是說你看吧!就像我朋友說你看吧 這就是為什麼我不相信人性 你知道人為什麼這傾向嗎 因為我們人有那種驕傲之大感想要證明自己是對的嘛 呵呵!對不對 你看嘛!這就是為什麼我不相信男人 你看嘛!這就是為什麼我不相信婚姻 你的潛意識裡總是不斷的在找 可以證明你是對的證據 重點是你的你是對的那個句子又不是很好聽 你看我就是不夠漂亮所以都沒人愛我啊 你知道我就是年紀大了所以生不出小孩子啊 我就是過了...我就是過了這年紀所以減肥超難的啊 你知道什麼句子都有 你知道什麼句子都有 今天你今天下了這樣子的指令 宇宙給你什麼樣?你又習慣性找證據嗎 宇宙要回應你這樣子的comment 所以他不斷的丟出錯的男人讓你找 他不斷丟出超爛的老闆讓你去應徵 他不斷... 你懂嗎 呵!給你那種一摸就會當機的 一摸就會當機的3C用品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因為你不斷的在找這樣的證據 那今天依照上一集跟你們講的 我要富足除了內心要真實感覺到富足之外 除了內心要真實感覺到富足之外 今天我發現說我是被人愛的 我是有人愛的 我是富足的 我是...啊... abundant 我是... 我是powerful 我是influential 我不知道你們今天跟宇宙下的句子是什麼 可是今天這個句子一旦成立的時候 我希望你們可以開始從生命中 找出這個句子是真的 原來這個句子是真的 你知道嗎 的證據我不是說你一出去開始明天就會找得到 那種感覺像什麼 那種感覺其實就像烏泥州要找... 烏泥之中要找出那顆珍珠在哪裡的意思 是一樣的 你需要花一點點時間 不是你明天就有辦法找到 你需要因為你已經想像你已經可能過了二三十年或者四五十年的時間都在找錯的句子了 今天要突然叫你找對的句子的證據簡不簡單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一般我來說會花大概六個月到一年左右的時間 才會讓他真的... 欸好像有感覺 你知道好像知道你在講什麼 今天要養成習慣 版主我說過花多少時間?二十一天要養成習慣 要至少二十一天的時間 當然依舊你的壞習慣 升職的有多久 你要拔除的機率 時間可能會更久一點 可是沒有關係 今天讓自己從現在開始就養成一個習慣 啊!我是富足的 我雖然賺不到一百萬 可是我就是比隔壁那個人多了十塊錢 我就是比他多了十塊錢 這證明我就是有錢的 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這樣做 表示你已經開始慢慢的在改變你的振動 開始慢慢的改變你的頻率 今天你的頻率開始改變的時候 它會隨著你的進化 因為現在十塊錢對我很多 可是可能對五年後的我來說不是很多 可是如果我總是習慣性的找到對的證據 所謂的對的證據就是能夠證明你的 你對宇宙下的這句... 這一個訂單的話是真的 你知道 不是說這世界上還是有很多爛事發生 這世界上還是會有很多污泥雜草重生 可是你今天的特殊技能 超能力就是要找到這句話是對的的證據 證明我是對的 我總是會找到停車位 我雖然去了十個地方沒找到停車位 然後可是剛好就停到一個地方有停車位 你看吧!我一定都永遠都會找到停車位 你知道證明我是對的 我收集那一塊錢 不要去思考其他的九塊錢 我慢慢的累積起來它就會變成 讓我的未來十項發生的財富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我透過這樣子的行為舉止 慢慢的改變了我的震動 我的震動改變之後我就會去吸引相同頻率的東西 來配合我的震動 來配合我的訂單 你知道 可是在那之前請你們養成... 養成這樣子的習慣 好嗎?所以anyway 只是在這邊稍微跟大家分享啦 生活中其實在過去這一個... 一兩個禮拜來真的發生蠻多的小事的 今天同樣的道理我其實我朋友錢包被偷這件事情 可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久久不能釋懷、久久不能釋懷 版主我、我們家 兩、三禮拜前車子也被人家 你知道砸破、偷了裡面很多東西嘛 可是這些東西不是我們人違反的 也不是我們可以預防的 你知道他們要砸碎哪一個玻璃 不是我們跟他說你不要砸就不要砸 我們也損失蠻多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我們把它當作一個經驗 因為這個東西事件的發生 我們研究到其實有更好的保險 是我們可以保、保障自己的 然後我們也很慶幸 呃... 被偷的東西最昂貴 對我們來說很昂貴 對別人來說可能一無四處的東西 其實我們都有找回來你知道嗎 就像那個Authotic Authotic就是放在鞋子裡面、鞋墊裡面那個墊... 墊腳的 因為你的骨頭高地步全墊腳那東西嘛 那個對偷的人一點用處都沒有 可是對我老公來講他就是很珍貴 因為那個去給醫生測試 一整個弄下來要大概五、六百塊 你知道嗎 對他來說很珍貴的東西 可是我們有辦法找回來 所以我們就會從這個事件裡面 與其著重在啊天啊我車子怎麼又被人家砸破玻璃 啊我裡面東西怎麼又被人家偷 我們著重在嘿至少被偷的東西我們最貴的都找回來了 你知道嗎 剩下東西其實能買就可以把它買回來 好險我們有保險 所以我們的車子大部分的給付是保險 雖然我們還是要多付一些東西 可是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讓自己養成找到好的事情的習慣 當我們找到好的事情的習慣的時候 然後我們同時也會有感激心 很感謝宇宙回應我的 回應我的訂單 證明我是對的 證明我是有人幫助的 證明菩薩還是關照我的 證明其實我是有人愛的 你知道證明你知道 其實我還是蠻可愛的 不管你的訂單是什麼 這一集只是希望出來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在平常的生活中 有聽到自己習慣性的抱怨埋怨 某一個特定的句子的話 像是我不相信婚姻 我不相信愛情 我不相信人性 我不相信什麼東西 你可以從現在開始就改變那樣子的設定 你可以從現在開始 就開始讓自己養成尋找對的證據的習慣 因為慢慢的你會透過這樣子的習慣 而改變你的振動 而吸引相同頻率的東西來靠近你 在你的生命中發生 以進而創造你想要的事項 好了 呵呵 講到舌頭快打結了 呵呵 同樣如果你喜歡我直播的話 歡迎你隨時加入我臉書的直播行列 還是去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是去我網站ruwen.com Till then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mics 你說 clause緣 cyk 目標 爆分 突破 Share